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進入墳場》這部電影 主角一家因為父親男主角工作的關係 從大城市搬到鄉下小鎮 並住進一間附在超大森林那後院的大房子裡 而不想整理房間的女兒艾莉 就趁大人不注意時 跑進一旁森林亂逛 還來到一處名叫寵物墳場 有一堆墓碑的空地 讓她驚訝的不得了 家裡後面竟然有墳墓 然後她注意到墳場前方 有一堆樹木擋住去路 便好奇的走向前 想爬過去對面看看有什麼東西 這時 有個老頭突然從後面大喊叫住她 欸 小妹妹 不可以爬過去喔 嚇得艾莉不小心狡猾跌下來 老頭也慢慢靠近 神情凝重地說 都是艾莉的錯喔 嘿嘿嘿嘿 喔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 你的腳腳沒事吧 我扶你起來喔 艾莉也好奇問她 這裡是什麼鬼地方才知道 原來正名們 世世代代都把寵物埋在這 同時 發現她不見的媽媽瑞秋 也緊張地找到這裡 然後和老頭互相認識一下 成為好朋友後 就帶著艾莉離開了 之後主角一家 就邀請老頭來家裡 吃吃飯 聊聊天 交流一下感情 艾莉也把她自己感情很好 最喜歡的寵物貓 啾啾 介紹給老頭認識 某天中午 老頭突然把男主角找出家外 表情嚴肅的 帶她到旁邊大馬路上 給她看一隻動物實體 男主角瞥了一眼 就發現這是她家的啾啾啊 要是被女兒知道 肯定會哭到私心裂肺 因此男主角和老頭 合夥隐瞞這事 並相約晚上 一起去把啾啾埋在寵物墳場 再假裝是啾啾離家出走 來到寵物墳場 準備挖洞買貓 可老頭卻突然一言不發 一臉神情凝種 看向前方被樹木擋住了路 然後轉頭告訴男主角說 艾莉很愛那隻貓對吧 而你很愛艾莉 不想讓牠傷心對吧 來 Follow me吧 說完後 老頭就爬上那些 擋路的樹木一路向前 覺得莫名其妙的男主角 只好跟著他一起走 沒多久後 兩人就來到一處 看起來無比荒洋的 沼澤樹林地區 雖然不知道這到底是哪 男主角卻感受到一股 說不出口的神奇力量 他便問老頭就是哪裡 但老頭卻神神秘秘 啥都不講 只叫他親手把啾啾埋葬 再用旁邊石頭堆成石櫥就好 搞不清楚在幹嘛的男主角 就照著老頭的畫作 一下子就把啾啾埋葬完畢 隔天一早 男主角就告訴艾莉 啾啾離家出走找不到了 要他節哀順便 沒想到艾莉卻說 啾啾沒有跑走啊 他昨天還在窗屋外看著我呀 而且啾啾現在就躲在櫃子裡唷 男主角一聽 怎麼可能 完全不相信 可看艾莉說的煞有其事 他就走去櫃子查看 也真的發現 啾啾竟然好端端躲在這 太奇怪了 啾啾明明已經被撞死了啊 難道搞錯了嗎 算了 能讓女兒開心就夠啦 不過很快 他就注意到啾啾表現不太對勁 像是會散發濕臭味 變得暴力血腥嗜血 甚至還會坐在他兒子身邊 用一種狩獵般的眼神看著兒子 嚇得男主角立刻衝去問老頭 究竟是怎麼回事 老頭則說 這不是你想要的嗎 依照原住民流傳的故事來看 那裡是一塊神奇沼澤 能通向另一個世界 讓死者復蘇 我以前也把我的狗埋在那 可是他回來後變得非常暴力 所以我又把他殺了 不過他原本就有點凶狠 我才以為會這樣 餓啾啾嗎 我以為很乖 應該沒問題 你又這麼疼女兒 才帶你這麼做的啦 看來是我錯了 你快去把啾啾掛掉吧 男主角聽完後 手刀衝回家 準備用安樂死的方式掛掉啾啾 可是他很不下心 只要把啾啾 再到很遠的地方丟掉 幾天後 男主角舉辦派對幫艾莉慶生 玩得很開心的艾莉 就跑到大馬路邊 還剛好看到啾啾從馬路上走回來 讓他興奮地衝上去抱住啾啾 然後很巧的 一台大型油罐車就剛好開過來 司機剛好低頭滑手機 車子就發出砰的巨響 將艾莉撞死 來不及拯救女兒的男主角 只能抱著她的屍體痛哭流淚 事後 無法接受愛女身亡的男主角 就想到那片神奇沼澤 哪怕復活後 個性變凶殘也沒關係 只要愛女能回來 其他都不是問題 所以她趁半夜跑到墳場 嘿咻嘿咻 讓艾莉的屍體挖出來 再咻咻咻 瞬間移動到神奇沼澤 挖個洞將艾莉埋進去 沒多久後 艾莉就真的復活回到家裡 讓男主角開心得不得了 馬上替她洗洗澡 梳梳頭髮的 並將這事情告訴瑞秋 只是當瑞秋看見復活的艾莉時 卻露出緊張害怕的神情 她認為就違反了自然法則 眼前的東西 一定不是自己女兒 接著 恐怖的事就發生了 艾莉看媽媽這麼不喜歡她 就很生氣氣很不爽啊 便趁著瑞秋躺在床上休息時 拿刀跳出來把她捅傷 心機之下 瑞秋只能用盡力氣 抓住兒子丟到窗外給男主角 自己則毫無防備的 被艾莉捅出致命傷 艾莉也告訴她 死後的世界 是有天堂安地獄的喔 我就自從地獄來的 嘿嘿嘿嘿 然後她就徹底殺死瑞秋 而急忙趕來的男主角 就被艾莉拿東西從後方打暈 等她再醒來時 所有人都不見了 她只好先告訴兒子 乖乖在車上等著 不管誰來都不要開門 並迅速追進森林裡 也在寵物分場遇見艾莉 躲在暗處的艾莉邊告訴她 爸爸 這一切都是你的錯喔 當你把我埋進去時 一切就毀滅了 你乖乖給我殺吧 並一邊鋪上去攻擊男主角 不過身材又小的艾莉 怎麼可能打得贏 三兩下就被男主角壓倒在地 同時她也想通了 復活的根本不是女兒 八成是地獄亡靈附身而已 所以她拿起一旁鐵鞘 打算親手結束這一切 沒想到下個瞬間 瑞秋卻拿著鐵棒從後面刺死她 原來剛才男主角昏迷時 艾莉已經把瑞秋拖去買了 最後 男主角也被拖去 埋到神秘沼澤又復活 一架三口岸可愛貓咪 就手牽手一起回家 對著躲在車裡的兒子 笑啊笑 那其實這電影完全不恐怖 讓阿菲我有點生氣氣 你也可以去看看 不能只有我生氣氣嘛 看完後我就在想 如果有神奇沼澤 你是不是也會心動 把最愛的人或寵物埋進去呢